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創意比財竟在運通 歡迎收看古奇來電名 今天大碟跌了109點 大碟 那很多人在這裡又恐慌了 那我認為跌很好 跌下去就可以知道 哪一些股票是好的股票 你會發現像利基 我們賺了7成 今天大盤跌了100多點 他有沒有跌 他今天還逆市漲 超重 賺了100塊了 他有沒有跌 小湖的跌一點點 因為什麼 因為籌碼穩定 籌碼被鎖單 但是大盤只要一跌 很多股票連續的往下破底 所以我說跌的時候 你才能看得出來哪一些是黃金 那我們今天就慢慢跟大家談 大家都知道我們最近都講哪些股票 這兩檔對不對 超重漲上去的我一直講這兩檔 那今天呢 今天大包了100公交店喔 不是所有股票都在跌喔 那另外我說大盤 這一點我要解釋一下 今天往下跌他是量縮了 他剩下1千1百多億 然後這裡是打雙腳 單腳不穩嘛 雙腳會比較穩 支撐會更穩對不對 重點是持股績效嘛 那你要選擇什麼 大漲小回方向向上的股票 那如果在谷底去佈局那更好啊 那賺整個波段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講呢 像這幾檔股票 都是我們最近在講的嘛 他今天表現怎麼樣 今天微影還在漲啊 今天微軟跌啊 一年三起四天 我們在香港填習以後 這個叫抗跌嘛 操縱呢賺100塊啊 落一點點了 但是你會發現呢 有一些股票 一路跌 跌得很慘 大盤漲他也跌 比如說像環球金那一類的股票 我很不喜歡去點名一些弱勢股 但是我只是告訴你呢 該換股你要做換股的動作 你換股轉進來 一樣是高價股 這這樣賺100塊 這100幾塊的東西 也是連續漲對不對 最主要是什麼 籌碼鎖定嘛 那另外呢今天 兩委繼續漲啊 大家很久很久都忘記了iPhone族群 蘋果新機下個月 大概是9月20左右會發表 所以慢慢的你要注意 iPhone族群裡面的股票 哪一些是可以卡位的 同時你要注意股本 那我都是買一些什麼 買一些小股本的籌碼比較穩定的股票 然後整個K線形態很漂亮 在底部區或者是在資深區去買進 那圍影呢今天又繼續漲了 這裡不是跌喔 這裡是除息 他填息 又漲上去對不對 股價股息都賺嘛 這當時的事啊 這就八月七七月底的事嘛 那你回過頭來看一下大盤 剛才七月底八月七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對不對 感覺上好像所有股票都在跌啊 真的嗎 真的這樣 他是填息又往上 創新高股價股息都賺啦 不只兩位啊 微軟也是啊 還有伺服器 6669微影也是啊 操縱也是啊 大盤在跌 那大家股票都在跌 沒有嘛 所以我說重點在個股 我們再看一下大盤 這個地方就跟這裡一樣嘛 這裡打雙腳 打雙腳會比較穩對不對 慢慢走嘛 那未來距離選舉還有五個月 我認為他是在區鑑整理 大家都一直在看外資 看法人 今天外資賣超 我記得是七十幾億 但是外資在期貨是大買的喔 這時候好像在庫清節之前前一天 八月七號 八月七號在哪裡 在這裡 這一根收黑 這一根收黑這裡 外資賣一百四十三億 但期貨買四千多口 你如果看不懂外資的佈局 你會不會扒來扒去啊 那今天呢 今天外資期貨又買 現貨又賣 嚇死人 就一百幾點 但是我也是跟大家說嘛 重要是股票 那另外你要去注意啊 很多人沒有 很多人解盤解一大堆 沒講到重點 這個時候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什麼指標 看這個啊 八大光股行庫啊 他買多久了 買兩個禮拜了 期貨呢 你要看閒時大交易人 那這些呢 都有光股戶盤的影子 那你老是從KD 從有的沒的去講 都沒抓到重點 最近選舉快到了 這兩個在最近都是買的 那我說最近呢 持股績效嘛 你要去買什麼 小型的成長股 在選舉前 選舉行情嘛 這個就是啊 對不對 你想操縱一百塊啊 七月底八月出大盤跌 他照樣漲啊 你看圍影 你看圍軟 這不是跌下來喔 這是除息家除權喔 我們把這裡還原 他是創新高的喔 那七月底八月出大盤 總共跌多少 有七百幾點嗎 這創新高 這個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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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創新高 所以重點在哪裡 重點還在你怎麼選股嘛 就好像在 我記得八月八號 隔天颱風放假 這天父親節 這些股票啊 這些股票啊 中企啊 今天呢 這些都表現還不錯啊 那你的股票呢 你有沒有去想 你有沒有去想 你的股票有沒有漲 我們來講七月底八月出 我們先談這一檔股票 那時候我跟大家談什麼 我說這是一個什麼 很標準的一個 頭肩底架構對不對 看技術分析的 就會很喜歡這一檔股票 竹底嘛 那在這裡 突破支撐壓回 在這裡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相當漂亮啊 這一檔什麼 這一檔兩尾啊 他不只填席 他還上去了嘛 我記得在前幾天呢 在父親節這一天 八月八號 他大漲 漲無第二名 我說填席 而且做教宗對不對 iPhone星期九月二十發表 我說你要用心的去選股 會員才會做教嘛 我說我會想盡辦法 想盡辦法 讓會員做教 讓法人來抬教 這一檔我成功了對不對 這是八月七八嘛 他今天就繼續漲 這八月七八嘛 今天立市長啊 把證據拿出來嘛 這都事先講啊 都在這裡啊 都有買啊 昨天在這裡整理啊 這種盤很小弧度的 小弧度的 上上下下 這個叫洗盤 這八月十里 那今天呢 今天是不是起床了 你是不是有錯過了 我一直跟大家談到 整個操作的一個觀念 選舉前 你要去買什麼股票 籌碼穩定的小型股 成長股 籌碼為什麼會穩定 因為他成長 籌碼呢 法人有所擔 那我很用心的 幫會員去選股票 譬如說超重賺一百塊 譬如說利基賺七成 譬如說兩尾 今天離市往上走 我會想盡辦法讓會員做教 但我希望你沒跟上腳步了 你要跟著我做 那我在一直跟大家談什麼 你要去買這一種 足底的股票 你有機會賺波段 不要等到漲上去 你去追價 那類似像什麼 像利基 這五十塊 去百貴 那這個叫什麼 這叫甜蜜的買點 這支什麼 這支圍影 長到這裡了 我賺到七十塊 那這一檔股票 你不要看這個 這股底 這已經連續漲兩天 連續漲兩天 你要不要賺 有沒有機會賺波段 這一檔 漲漲跌跌 還是可以買點出現了 小心成長股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大半在整理好的股票 他才會浮出台面 那重點是 你要在股底 成長的股票在第一檔買 你就有機會賺到波段利潤 對不對 像這種已經漲了 像圍影這個已經上去了 尋找甜蜜的買點 就跟當初買什麼 買利基一樣 在這裡買 賺七成對不對 把握機會 把電話撥通 趁大盤在震盪整理的時候 很多好的股票 他的買點就會浮現 累積倍數財富 休息一下 免現金的時代來臨了 結構支付 LiPay 開錢包 全的折抵無上限 U-Con Cartic Go 80點 限折20元 往內亞洲萬里通 每趟回饋10里數 立即開啟55688APP 點數折抵最滑散 運達投顧 好看 弄在家啦 今日起身裝 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投顧APP 貨店02-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創意比賽 精彩運通 歡迎回到現場 從上個月到現在 全部賺錢 除了什麼 除了我獲利賣出 剛剛轉進卡位的股票以外 因為在成本附近 剛剛買 除了這種 剛買的股票以外 全部賺錢 會員都在看 這個地方 我說你要趕快 跟上腳步 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七月三十 到八月七六 一零九二七到一零一八 零這六天跌了七百 七百多點 七百幾點 我一直談的這些股票 剛沒落 沒有跌 它繼續往上走 七百多點 但是這七百多點 你會發現有一些股票 它這次往下跌了 七百多點 八百多點 到今天又在落 這三百幾塊 落到兩百幾塊 你如果這個資金 你轉過來 像小型股 微軟 微影 你是把之前賠的 你少賠又多賺 這裡一個頭部過不去 那你要買什麼 你不要買這種盤頭的 你要去買這種足底的 很簡單的圖形 這種盤頭的不要去買 甚至你要做換股 這七月底到八月切一樓 落到今天又在落 像雅德克 一樣 同樣的問題 一頭比一頭低 累累 都在落 這四百幾 三百幾 你這些錢放在這裡 不只賠錢 你少賺了你還都賠 你要懂得換股 我很少去講別人的股票 我只是提醒你 另外 銀行股我提醒大家 我知道很多投資人有銀行股 你要去注意 上海反送中運動 你要去注意 有些銀行股在香港 他有設分行的 這些股票要小心 我再講一遍 銀行股跟我無關 但是我提醒你 很多投資人 尤其是賞戶投資人 手中有銀行股的 香港反送中運動 他會影響銀行股要小心 那你說七月底八月初這裡 像雅德克這一種 其實應該換股 盤頭往下跌累累 那同樣是高價股 那我說我最近 像這一些股票 這六天六七百幾點 這起啊 這起啊 這起一百塊啊 這今天又起嘛 那漢尹伯德呢 漢尹伯德當初在這裡嘛 五四六九對不對 剛才直接買嘛 這是符合我的條件 成長股 支撐去買進 不要追價對不對 賣掉嘛 買賣很快啊 沒幾天啊 賺差不多 將近兩成 那最近這一檔股票 因為合併的關係 但是這一段呢 就先賺起來嘛 然後再換下一檔股票對不對 那我剛剛不是講嗎 都賺錢啊 包括最近漢尹伯德對不對 但是這種股票賣掉以後 轉進股票嘛 那轉進新股的話呢 他可能會在低檔 就跟這裡一樣會整理個幾天 那除了這些以外 在成本附近呢 其他的 都賺錢 那為什麼可以多賺錢 因為你要有方法嘛 我說你要懂得技巧 你要去找一些小型股 籌碼穩定的股票 再低檔去卡位 你比較有機會賺到錢嘛 譬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就跟之前 我在講利基一樣嘛 這50塊啊 重挫股底啊 這跟大盤有什麼關係 50 60 70 80 90 100 起到百貴嘛 他是不是來到這裡了 這樣算不算波段 那類似這種股票呢 這五盤也一樣嘛 已經去兩天了 這兩天去要一支錢半 你拿漲上去你又來不及了 那這一檔股票呢 漲漲跌跌 很適合你去買 那大盤在震盪的時候 剛剛好做最後洗盤 就如同之前沒有多久 微影 這裡去買 這做K線 現在漲到這裡了 碳償物都70塊 我說同樣的高價股嘛 你為什麼要把錢卡在 像亞德克 像上銀 或者像環球金這一類股票或國具 你找一些成長的股票在這裡買 他就上去了嘛 這叫甜蜜了 買點對不對 一檔一檔做 然後去累積你倍數財富 操作不順利的 把電話報通 休息一下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引護 三 穩住 抓住抓獎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臺灣抗震網 運達投顧 好看 農在家啦 舉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電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您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盡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歡迎回到現場 我教很多投資人在這裡 想賺錢也會害怕 這裡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 你要買籌碼小的成長股 成長股我抓到了 法人也會看到 一鎖單以後他就往上走 我會想盡辦法讓會員做教 股本小籌碼鎖定的股票 你怎麼規避風險 你要在谷底去買進 你就有機會賺到大波亂利潤對不對 如果不是谷底的話 你錯過了 你至少要在哪裡 在支撐點去買進 也就是說你不要追漲 那你設好停損就好了 嚴控檔數 那我會員持股檔數多少 一檔到三檔 三檔都賺錢 才會再加一檔第四檔 那平均兩檔 那股票不要多 當股會員只有一檔 那這樣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股底或支撐去買不要追 設好停損就好 嚴控檔數 那偏偏我最近講的股票呢 都往上走啊 就這個啦 圍影 圍影 這就都是最近大盤 在整理在震盪的時候 七月八月 這嚇死人大半一直漏 這什麼一直漏 這到現在又漏啊 這微軟 這文帽 文帽今天小跌 可是他之前是往上走的 這是全新 我是要跟大家談什麼 我要跟大家講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怎麼算股票嘛 股票不可能一路漲 但是你要選擇什麼 大賬小回的股票 大賬小回方向向上的股票 這支一支作 該賣的時候 像這個我就帶你賣出了嘛 這個創新高 創新高 創新高 這去100塊嘛 這6天就700幾點 你怎麼看 跟這個股票有什麼關係 選舉行情嘛 你要找能逆勢上漲 專注當下去選股 把這裡的原則做好 股本小籌碼鎖定的股票 股底支撐去買 設定損 嚴控檔數 你有什麼東西 然後你避開地雷股啊 我剛剛有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談 我其實很不想去講別人的股票 如果講到很抱歉 像這種盤頭的股票 這高價股你要換股啊 你要換股啊 還有反送中運動銀行股 你要小心啦 尤其有債 不是說有銀行股 但是我會叫牽拖到嘛 你如果在香港 有時候分行的 像上海商銀這一類的股票 你只要小心 今天大盤呢 200幾點 他同樣企業嘛 這是不是同樣企業 有人要給盤嘛 你要去看什麼 八道光伏航空買多久了 他半年前開始一路調節股票 把錢留下來 最近都在買 已經買兩個禮拜了 這叫戶盤嘛 那另外的期貨 你看前十大交易人 也是在買啊 外資今天賣現貨買期貨嘛 重點是什麼 股票嘛 我們專注的選股票就好對不對 他是iPhone族群 包括5G 雙需求 成長 除息 填息 往上走 股價 股息都賺嘛 他去年EPS1.14 上半年賺2.84 這個叫什麼 幾倍的成長 幾倍的成長 那這個主體的過程當中 在這裡是怎麼不可以買 起床了嘛 你要有資料找這種股票 你才能讓會員做教嘛 圍影是不是一樣一個頭肩底架構 就個人看70塊有了嘛 微軟這個填息啊 這個除息對不對 你把它弄上去它是不是創新高 這個操縱是不是賺了100塊了 有沒有重錯 那你去比較一下同樣高價股 你比較一下環球金 那你要怎麼操作 那類似這樣子的股票嘛 就跟利益計一樣啊 這是不是倍數嗎 這支已經開了已經開了兩天啊 趕快進來喔 那這一檔呢 漲漲跌一跌 這裡買進 相亂安全 這一檔圍影已經漲了70塊了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你要去尋找甜蜜的買點 把握機會 把電話撥通 我帶你佈局 謝謝大家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一間線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師精準盤勢解析 隨算隨看 很方便啊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關系 跟你安賴在一起 2781-0909 2781-0909